最近几周,中国外交特别活跃,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纷纷访华,放在中美博弈的视角下来看。美国企图在外交上封锁孤立中国的计划,正在失败。就连美国CNN日前也关注到了这一现象,并发出疑问。世界各国领导人争相与中国领导人会晤。美国应该对此感到忧虑吗? 如果美国自己心中没鬼,对于中国正常开展的外交活动,当然不用感到忧虑。但如果美国的目标就是要在国际社会,组建广泛的反华统一战线,那美国当然会非常焦虑。当美国越是试图孤立中国,而中国的朋友反而越来越多时,这肯定会让华盛顿一些人寝食难安。 今天中国外交越来越积极主动,成效越来越显著。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,中国外交承担着突破美国遏制,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核心利益的兼具任务。 中国外交取得今天的局面,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从短期因素来说,2023年在中国进入后疫情时代后,中国外交请进来,走出去更加方便。 最近中国外交一系列活动再次说明,不管科技怎么发展,但线下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沟通和互动,在开展外交,建立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友谊等方面,依然具有宝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中国外交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,也是中国智慧的体现。 面对美国一些人希望发动新冷战,挑起阵营对抗,搞脱钩锻炼。 中国外交坚持开大门,走大陆,用开放对抗封闭,用互利共赢对抗灵和博弈。 用21世纪的连横对抗合纵,充分运用了统一战线,农村包围城市。 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等各种斗争智慧和斗争策略,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 今天中国外交取得一系列成果。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,正是中国一贯强调的敢于斗争,善于斗争理念的具体体现。 从根本上来说,中国外交取得积极进展。 原因还是在于,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,高举和平、合作、共赢的大旗,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,得到多助。 而中国日渐增强的综合国力,特别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在贸易、投资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开发援助等方面, 可以为其他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。 这让越来越多的国家真切地感受到,跟中国站在一起,不仅仅是道义上正确的选择,更是维护这些国家自身利益的正确选择。 此时此刻,我们也要非常清楚,中国外交取得今天的积极局面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从2018年3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,单方面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算起,中美博弈已经走过了五个多年头。 五年来,美国变了,中国也变了,世界也变了。 但是大家现在回头看看,所有这些变化,是不是都符合中国当时提出的东升西降。 此消彼长这个历史性大趋势。 中国不想打,但中国也不怕。 这句话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。 想想五年前,在中美博弈问题上,有多少人信心不足,糊里糊涂。 有的人呼天枪地,觉得美国一打压中国就完了。 还有的人刀口向内,不去指责美国霸权主义的蛮横。 反而不断反思中国为什么不坚持韬光养晦。 好像中国只要忍气吞声,就能换来美国高台贵手一样。 希望这些糊涂虫、软骨头们,在五年后的今天,能真正看清大事。 坚定地跟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。 中美博弈,中美都在扩大自己的朋友圈。 美国的图谋是,打着所谓民主自由的旗号。 污蔑中国,要替天行道。 但是美国最大的问题是, 它这一套逻辑在现实中完全不能自洽。 美国自己国内问题一大堆,尤其是过去六七年。 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极其引发的巨大争议。 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最丑陋的一面。 如果美国的民主,连美国自己的问题,都解决不好。 它还能说服谁。 美国在中美博弈中还有一个重大缺陷。 那就是它极度自私自利,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下。 美国不仅打压对手,也坑自己的盟友。 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军。 当时就把欧洲国家坑了一次。 美国利用乌克兰打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。 破坏欧洲跟俄罗斯的合作、和解。 更让很多欧洲人心怀不满。 而拜登据传亲自下令炸毁北溪管道。 更可谓丧尽天良。 中美博弈,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国主动挑起的。 恰恰是过去五年来。 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围堵和污蔑。 中国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。 才要奋起反抗,坚决突围。 在中美博弈中,是非趋直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。 美国要的是遏制中国的发展。 要的是锁死中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之路。 要的是中国变得虚弱、分裂、甚至垮掉。 而中国则要坚决捍卫。 十四亿多中国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。 要维护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势头。 要在实现中国是现代化的过程中。 让世界变得更和平、更繁荣。 五年来,美国从一开始複蜂滞至四面出击。 到现在终于发现,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伟大任性的民族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。 中国绝对不是美国想遏制就能遏制的了的。 相反,一旦中国站稳了脚跟,增强了信心之后。 在中美博弈中,中国越来越有底气。 越来越心中有数。 这就是我反复说的。 中美博弈正在进入中国的舒适区。 摆在美国一些人面前的是两条路。 一条路是美国继续千方百计地遏制打压中国。 但却发现,美国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孤立。 而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。 另一条路是美国丢掉世界老大的傲慢。 在美国面临各种内忧外困局面的时候,好好跟中国沟通,言而有信。 跟中国相互尊重,和平共处,合作共赢。 这是美国走出自身困境的唯一出路。 当然从华盛顿目前的氛围来看,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反华问题上,准备一条道走到黑,或者仍幻想一边遏制中国。 一边又要求中国帮助美国解决问题。 对于美国这种仍不死心,仍不思悔改的态度。 中国只能继续坚持斗争。 等到美国爆发下一场金融危机的时候。 等到美债这颗世纪大雷被引爆的时候。 等到美国国内因为党争走向社会大分裂的时候。 等到美国综合国力大幅下降的时候。 也许才是美国彻底丢掉遏制中国幻想的时候。 即便到那个时候,美国依然想遏制中国。 一个实力大减,四分五裂,问题重重的美国。 能对中国带来的伤害也会小很多。 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。 目前只能算是进到了终局,或者说是相持阶段。 在这个时候中国还是应该,一将胜勇追穷扣,不可孤名学霸王。 尤其是考虑到,美国在中美博弈彻底走向失败前。 还有铤而走险发动战争的可能。 我们更要说,中美博弈对于中国来说。 现在绝对不是放松的时候,我们还要继续努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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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 项目彈利。